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2月16日 西维尔预挫PSV 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淘汰赛附加赛首回合激战联场 其中西甲进旅西维尔将坐镇主场迎战和甲豪门PSV燕豪分 尽管PSV燕豪分近况不俗 但他们近期作客表现颇位逊色 此番作客挑战实力不俗 并且最近主场演出甚佳的西维尔 PSV燕豪分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西维尔本赛季原本在欧贯联征战 无奈分组赛过后紧急5分 只能以G组第三名的身份降格征战欧洲联赛淘汰赛阶段的附加赛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降维打击 毕竟欧洲联赛当中的很多对手在整体实力方面与欧贯联队伍还是有所差距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西维尔征战欧洲联赛可谓极具心得 要知道 他们历史上曾六次赢的该项赛是锦标 经验以及竞争力方面毋庸置疑 另外 上轮联赛凭借由素夫恩尼斯里和杰西斯拿华斯两员大将相继建功 西维尔以2比0完胜马略卡得以重返胜轨 阵中球员是气被受鼓舞 同时这一能让他们可以用更为轻松的心情准备金杖赛事 更为利好的事 西维尔近期主场表现值得肯定 其中在最近三杖主场赛事当中 他们录的全胜佳季之余还能力保球门 不失 球队近期主场战斗力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 此番坐拥主场之力的西维尔明显值得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后卫卡连列基克和中长白普高美斯因伤无援出战 贵位和甲传统豪门 PSV燕豪分在实力以及经验方面都较为有底气 他们一直是欧战的常客 而在本届欧洲联赛分组赛当中 他们仅以二分之差区居阿仙奴身后取得A组第二名 但仍需要参加附加赛争夺晋级名额 此番遭遇西甲禁旅西维尔 PSV燕豪分恐怕并不轻松 皆因他们在分组赛当中只有阿仙奴一个强敌 波度基林特和苏利士这些队伍完全无法与西维尔比较 因此PSV燕豪分精仗必须要打醒12分精神 虽然境况不俗 但PSV燕豪分最近面对的几个国内对手实力较为平庸 除了菲燕诺有威胁之外 高宁根 安曼以及伊高斯这些球队只是等闲之辈 因此近期的战绩参考加记并不大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 PSV燕豪分近期的胜仗基本是在主场取得 而球队最近二仗做客仅得一合一负 期间总共失了三球 可见球队如今客战能力并不能与人信心 在此等情况下 PSV燕豪分精仗做客恐怕难济厚望 阵容方面 后卫宝斯卡利和中场安华艾加斯等人音商眷勤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